不求而得 往往求而不得 有些东西是求不来的 比如说求在乎 求欣赏 求关爱 当一个女人开始求的时候 她本身已经不可爱了 你认为呢 你在乎自己吗 在乎 你在乎 我看你不太在乎自己 你只在乎她是否在乎你 我告诉你 要让一个人在乎自己 有一种非常好的办法 就是让她常常 不被在乎的滋味 为什么有很多男生 有很多女生追求 她偏偏就要找那个 不搭理自己的女生 因为那个女生不在乎她 所以一个女人 如果想要别人在乎自己 一定要告诉这个男人 不管你在乎或者不在乎我 我都活得一样精彩 包括现在有一些 家庭主妇不挣钱的 她总觉得丈夫扔几个钱 在家里面 就算是履行了丈夫的义务 她还想求得关爱 但是没有用 因为很多人会认为 付出与物质的富足 是相等的 所以如果一个女人 能够让她的丈夫知道 其实你扔钱或者不扔钱 我都不在乎 我在乎的是这个家庭 那么这个男人 会对这个女人有 钦佩感 有尊重 你都在求了 你说她看得上你吗 即便你求得了 那也只是一份怜悯吧 行 打发你点了 你觉得有意思吗 你现在这样满脸的愁容 和怨气的样子 就是在低着头 求在乎 你已经不可爱了 你没有尝试过 不被在乎的滋味吧 长得也还不错 周围也身边有些小迷妹 对吧 你当然不在乎了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总有一天 你也有会被冷落的时候 总有一天 你也会对着对方说 你太自我了的时候 但那个时候 你就知道她的滋味 但我对你要求不高 就是待会儿60秒的时候 你只要说句实话就可以 你自己心里在乎什么 你自己很清楚 你有多爱她 你也清楚 这没有什么说不出口的 别求了啊 求不来的 对对 谈恋爱不能谈得没自己了 姑娘把自己丢了 就不可爱了呗 都面对一下 爱还是不爱 你怎么会不知道呢 有的时候只是想骗自己 我看你们俩活得都不快乐 何必呢 好了 下面的时间留给 我觉得你现在 真的是太自我了 你这种自我 已经没有办法让我接受 你总是和你的女孩 没有保持适当的关系 而且从来都不为我们 就是之间的交往 就是任何的让步 也从来不跟我妥协 我现在真的是要好好想一想 我觉得咱们之间 很多事真的没有这么严重 我觉得我有些事情 还是可以为你改变的 我还是挺喜欢你的 我觉得 希望我们还能继续下去 谢谢两位 请回吧 来 请关门 看他们的选择 请 我们的浪漫 各位请见证 在梦中